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9年反修理运动是社会动乱 还说当时疫情的出现 防疫作业受到黑豹影响 立法会也陷入混乱之中 北京中央看见当时危险的情况风险 已经到了任无可热的地步 所以北京中央果断出售 祭出香港国安法 为香港解决了一个最大问题 领政回议香港国安法的法定制定过程 表示立法是在高度机密之中进行的 国安法属于重大决定 不可能是由香港提出 一定是由北京中央主导 他说参与国安法立法的香港官员不到十位 他自己还要亲手打文件防止机密泄露 因此所以坊间有传言表示 香港国安法有如香港特区的定海深圳 林郑不仅认同这个说法 还说如果没有香港国安法 香港根本控制不住疫情 对于参与国安法立法的官员被西方制裁 林郑坦承自己受到的影响非常深远 不过他相信自己是为香港做了一件大事 此外商报之中也同时刊出 北京中央驻港维护国家安全公署 署政郑彦雄的访问 郑彦雄特别提到 警队国安处肩负者维护国家安全神圣使命 因此值得圈踢港人尊重 至于全国政协副主席 前行政长官梁正英 也有接受《东周刊》的采访 他指出香港国安法填补香港 一直无法为基本法23条立法造成的法律真空 关乎香港对国家的应有之意 梁正英认为北京中央出手的根源 是反对派对严重错判情绪的结果 以及不少香港人对积分法的无知 提到反修例风波期间 有人前往美国要求介入 香港无法解决 中央只好出手为香港立法 香港国安法实行满一年的时间 已经让香港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政治动荡人心惶惶 对政府的信任以及期待也降至最低 许多人选择出走他乡 走不了的则大多干脆晋升 为了怕自己不小心就违法 各行各业也都出现自我审核的风气 但是才刚上任的香港前保安局局长 新任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却认为 这种现象代表国安法实行一年之后 香港社会已经趋于稳定 百姓生活回归常态 还表示前不久香港选制的修改 更使得香港未来充满希望 纵横媒体报导 李家超29号接受中国官媒新华社的采访 他在专访之中多次表示对中共中央的感谢 包含香港国安法以及香港选举制度的修改 李家超表示他非常感谢中央提出完整香港选举制度 未来香港制定法律政策方面就没有各种障碍 在爱国者治港的理念之下 老百姓安居乐意 经济民生都可以解决 共同努力使得香港全面发展 所以非常感谢中央 李家超还说国安法实行一年以来 香港社会趋于稳定百姓回归常态 不过他也强调未来依旧要防止安全风险 加强国安教育 树立正确的国家安全观念 接着他也提到所谓的外部势力 表示外部势力依旧在等待机会 要来香港搞破坏 特别是现在很多国家因为担心 中国的强大和平崛起 图谋各方面去攻击中国 所以这个风险香港也要盯住 在情报方面 整个监察系统都应该要加强 同时明天是香港移交中国24年的时间 中共建党百年 以及香港国安法实行满一周年的时间 因此今年7月1号 香港气氛显得格外肃杀 民间团体游行申请已经被警方驳回 不过香港当局依旧扬言 将会动员超过1万个警力 来全日戒备各个街头 反恐特勤也将会驻守在丸仔一带 必要的时候将会封锁整个维多利亚公园 戒备规格将会超越64 香港国安法实行届满一年 已经有117个人被捕 64个人被起诉 街头示威活动几乎绝机 政治局势也发生巨变 不过有专家指出 香港对泛民主派的政治肃清 行动至少还将持续两年 国际特赦组织今天公布的报告书之中表示 香港当局利用国安法来对付异己人士 摧毁制作城市的自由 并且谴责香港当局一再以国家安全 来合理化他们违反人权的制度 综合媒体报导 根据香港保安局今年6月底公布的数据 香港国安法实行之后 已经有117个人被捕 其中64个人被起诉 而最年轻的人士只有15岁 自年长的则有79岁 被控罪名以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 以及串谋勾结外国势力 占最大部分 并且被起诉者之中有48%都无法交报 比例超过7成 被捕人士之中 有很大一部分都是香港泛民主派的政治人物 包含香港众志创办人黄之锋 立法会前议员毛孟静 立法会前议员梁国雄 前区议员陈子杰等 风波也扩散至媒体界 一项立场鲜明对异常媒创办人黎智英 去年12月被捕 香港苹果日报多名高层也在今年被捕 而关联的三间公司也因为涉案而被冻结资金 导致苹果日报被迫在6月24号停刊 结束26年的历史据典 中国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 接受港媒采访的时候表示 香港国安法直接重新改写香港政治版图 管制架构由爱国者主导 他还说国安法将一些回归之前 由英国政府扶植出来的反对派势力 也就是所谓的泛民主派 达到溃不成军 要么逐渐示威要么转型 不过香港当局的黑手显然没有结束 刘兆佳宣称香港依旧存有内外的反共势力存在 至少未来两年之内 香港政治环境的主轴依旧是肃清 日前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还强调 香港国安法有法必用 执法必严 违法必救 加上香港领导班子最近大换血 明显走向五官治港的趋势 国际特赦组织亚太地区主任米西拉认为 未来一年之内 国安法将会使得香港快速踏上 成为警察国家的道路 也对香港民众造成人权的紧急情况 国际特赦组织颁布长达48页的报告书 列举香港法院的判决 开庭记录的分析 以及跟运动参与者的访问之类的 断定香港国安法用于执行广大的侵犯人权事件 这些全面而压制新的立法 有可能使得香港这座城市 成为越来越像中国大陆的人权皇帝 历经两年的动荡跟改变 对于很多香港人来说 这块土地已经变得不再熟悉 被迫走上离乡背景的路途 而从近日许多影片跟图片之中可见 香港国际机场离近大厅 在疫情之下依旧人潮汹涌 前往英国的班机更是大排长龙 许多人敢在七一之前离开 怕再晚就走不了 也有人是趁着暑假期间移民 希望小孩可以赶上英国的新学期 因为那边的教育比较好 综合媒体报导 根据香港民意研究所今年三月公布的民调报告 有21%的受访者表示计划永久离开香港 也就是每五个香港人之中就有一个人想要移民 如果依照香港总人口750万来计算 可能移民的人数将超过150万 为取得各类路径签证 香港平均每年就有2万多人申请无犯罪 记录证明书 也就是所谓的两名证 2019年申请人数达到高峰 大概有3.3万件 而今年前五个月申请件数 就达到15707件 以单月来看 光是五月份就有3923件 为近四年半以来的新高 根据多家移民顾问公司的资料 香港移民潮从2019年持续到现在 最近的移民查询 比2019年增加30%到40% 甚至有一对退休夫妻连路径旅客表都看不懂 不过依旧坚决要带着所有积蓄移民到英国 其中英国依旧是移民的最热门地点 而且持有BNO移民护照的香港人 不需要提交两名证 近日香港国际机场每天晚间都有不少人搭机前往英国 还有港媒直击昨天晚间8点左右 机场同时有300多个人准备登机送机 与亲友相拥类别 其中一位网姓男子一家三扣 为移民计划准备多年 他原先计划7月1号要移民英国 不过因为近期香港发生太多敏感事件 让他不惜支付高额费用来更改机票 他坦言我担心再晚就走不了了 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士表示 他将带着儿子移民英国 他坦承香港过去数年的情况发生变化 是其中一个移民的因素 加上希望趁着开学之前可以抵达英国 让儿子接受英式教育 他说他不想评论香港现在教育制度 不过他直言小孩教育很重要 英国的教育更好 依照香港教育局的资料 2020年9月毕业生跟2019年的数据相比 往外地就读大学课程的中六升 大幅增加4成到6,009个人 也就是2020年毕业生之中 每七位就有一个人离开香港 而在这一波移民潮之中 也有曾经在香港苹果日报工作的 36岁摄影师麦克 上个月麦克带着妻子跟女儿 举家移民英国 想要有个新的开始 他向美联社表示 我觉得我自己无法在香港待下去了 我没有办法让自己的下一代 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成长 另外一位在苹果日报工作十几年的资深记者 Tom也加入移民行列 他们原本想移民到欧洲 不过欧洲移民门槛相对较高 最后他们选择相对容易的 加拿大救生艇计划 英国政府今年5月表示 至今已经收到来自香港居民 签证申请数量达到3.4万份 而加拿大去年11月 因应国安法宣布救生艇计划 今年6月进一步放大标准 被指出是加拿大 给予香港人史上最简单的移民政策 甚至还比英国5加1BNO计划更为松散 而澳大利亚跟美国则是透过法案 向香港人批出政治签证 至于以前同样是热门移民景点的台湾 据台湾移民署统计 2020年赴台湾居留定居的香港人 已经超过1.2万 创下历史新高 不过近期因为中国音色的影响 台湾的移民门槛也不断提高 以上是今天的香港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